你靠拖是不是一条捷径可以让你出人头的 对啊 1996年 耳东生正愁拍四情男女 为舒淇留下了女仪位置 没想到却因此迎来 她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点 有巨星张国荣 莫文卫助阵 再加上舒淇的演技 舒淇成功斩获 金像奖最佳女配合最佳新人奖 成为港影史上唯一一位 太风情片出道 还能获此殊荣的女演员 这次获奖令舒淇 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张国荣为提携后辈 更是将她定为演唱嘉宾 而后 舒淇凭红星十三妹 拿下双料最佳女配 2005年 又出演最好的时光 斩获影后桂冠 领奖台上舒淇声泪俱下 以为自己脱星的标签 终于可以摘去 然而她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脱衣容易穿衣难 因为随口一句话 就能让她跌落神台 2012年 甄子丹未给电影造势 花仲基邀请赵文卓 参演电影特殊身份 然而开机没多久 双方就闹了矛盾 在甄子丹的授意下 剧组一篇观念不合的声明 直接将赵文卓踢了出去 可真相分明是 甄子丹不遵守条款 四次篡改原定的双男主戏份 导致剧本风格和人物设定 与之前大相径庭 赵文卓心有不满 就被强制退组 甄子丹还爆出 赵文卓在片场耍大牌 两位顶级打星因子撕破脸皮 网络上瞬间掀起兴风血雨 就连娱乐圈的明星也开始站队 舒淇更是发了一篇 声援甄子丹的小作文 却没想到这一冲动之举 令网友暴怒 接连扒出他早期大尺度照片 舒淇惹火上身 花6小时清空社交平台 关闭评论功能并取消所有关注 之后数月 他不再更新动态 甚至被媒体拍到当街崩溃痛哭 众多明星纷纷在网络上支持他 冯小刚也为舒淇 遭受的网络暴力鸣不平 爆粗口怒斥 骂你们是畜生都侮辱畜舍 起料这话却将骂战 推到新一轮高潮 网友甚至给冯小刚起了个 护书宝的称号 珍子丹和赵文卓的恩怨 最终已伤害舒淇告终 脱星的耻辱标签 不仅给他的生活带来影响 也让他的多次恋情因此受挫 然而他之所以对感情装不在乎 完全是因为被黎明伤透了心 1998年 舒淇和黎明和拍玻璃之城 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因戏生起 当时黎明已有四大天王名头傍身 红的发子 凭借帅气的外形 俘获无数少女的芳心 而舒淇刚刚从脱星转型 风评摇摆不定 随着两人恋情浮出水面 好事的网友对舒淇展开骂战 逼得他一度患上抑郁症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开始了 长达七年的地下恋情 黎明占据了舒淇最美好的年华 却对媒体的询问是口否认 甚至在被拍到两人同出酒店时 直接吓得仓皇而逃 刘舒淇已人在风中凌乱 29岁那年 舒淇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黎明却云淡风轻地说 我们家是无法接受你的过去的 这一句话 为这段恋情画上了句号 也让舒淇患上了抑郁症 七年的感情终究错付 舒淇彻底死心 对这段恋情失望后 舒淇也看清了自己 觉得还是得自己变强大起来才行 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承诺就是当时惊天动地 但最后却变得苍白无力 的确 很多人的承诺都无法兑现 在相爱的时候 随便说一句话都能感动到 但之后 一旦不爱 这些话就如过眼云烟 转瞬即旺 但幸运的是 舒淇那几年的资源确实很不错 他开始转移注意力 再一步步地用实力证明自己 三次参加影后角逐 登上嘎那红毯的 获得最佳女配角的都是他 后来舒淇在电影《最好的时光》中 与演员张震相恋 两人拍尾戏时 张震抱着舒淇亲了十多分钟 导演喊卡都不肯停下 戏里戏外都是情 相处的那段时间很甜蜜 但是舒淇与张震并没能走到最后 2005年 又因拍摄《最好的时光》即是张震 剧中讲了三段不同时期的爱情故事 两人也在剧中谈了三辈子的恋爱 当上节目被问到和张震是否来电时 舒淇坦言 只要张震肯追 我就同意 然而张震同黎明的反应一样 即便被记者拍到酒会热闻 也绝口不提跟舒淇恋爱的消息 或许是迫于父亲施加的压力 张震转身娶了他人做新娘 舒淇也没能给这三十姻缘 一个完美结局 只能将感情深藏心底 以朋友的身份祝福 正当情路坎坷的舒淇 以为会就此孤独中老时 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舒淇与冯德伦 早在1997年就相识 然而迫于外界与家庭的压力 冯德伦始终不敢表白 直到2016年 两人久别重逢 冯德伦不愿就此错过 当即向舒淇表明心意 直言不在意他过往经历了什么 这让他感动不已 随后与冯德伦展开恋情 或许是之前的坎坷赶走了所有梅月 人到中年要顾忌的只有爱与不爱 相恋四年后 舒淇与冯德伦宣布结婚 婚后二人世界依旧甜蜜十足 每年冯德伦生日时 低调的舒淇也会甜蜜晒照 祝福对方生日快乐 还祝福他帅过刘德华 当被问到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就认识 非要等到不如中年才结婚的时候 舒淇笑着说 因为我看不上他 尽管到现在都未传出怀孕的消息 但舒淇始终有个做母亲的梦想 这或许与他悲惨的成长经历有关 舒淇只是在刘嘉玲家里 上了个洗手间 就让刘嘉玲怒砸价值上万的马桶 如此嫌弃难道是 因为舒淇不堪的成名是吗 而害他一年拍八部风月片的 罪魁祸首 竟是舒淇极为穷酸的原生家庭 舒淇原名林立慧 1976年出生在台北一个贫穷家庭 从小缺一少时 他的妈妈刚满18岁就生下他 而彼时的父亲是个 一穷二白的小职员 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一家人都指望父亲赚钱 在这种压力下 父亲经常会和母亲吵架 棍棒教育造成了 舒淇叛逆的性格 15岁辍学 抽烟喝酒打架是家常便饭 那时的舒淇简直就是太媚代表 彼时在港圈颜色杂志十分盛行 为了赚钱 舒淇听朋友建议 走上了这条脱星之路 当模特公司问他是否用真名时 出于对琴琦书画的向往 取了舒淇谐谐音舒淇二字 与其他风情万种的脱星不同 舒淇身上有着独有的清冷气质 写真一发行就广受外界好评 舒淇也从中尝到了甜头 踏上一条不归路 有关他的大尺度杂志遍布市场 很快引起了大老柯俊雄的注意 那时的柯俊雄 早已两次荣获金马奖影帝 现实中也是黑白两道通吃 随后 柯俊雄仅花十万台币就签下舒淇 1995年为他安排了处女做灵雨玉 然而等到片场 柯俊雄就被舒淇吸引 本着便宜外人不如便宜自己的宗旨 他一把年纪亲自上阵 成了男主 而舒淇拖得一览无遗 越人百步 凭借性感的嘴唇和火辣的身材 一时之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脱星 引起了港骗皇帝王精的关注 王精专程赶到台湾只为挖走舒淇 但柯俊雄怎会忍心放走这棵摇钱树 狮子大开口让王精拿500万违约金 知道对方有黑道背景 王精也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几经周折 打听到舒淇签约时还是未成年 找准柯俊雄的弱点 王精坦而皇之把舒淇带走 可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 接下来三年时间 舒淇每日每夜拍戏 都是一些低俗不堪的风情片 舒淇名声大噪 也因此饱受闲言碎语 牵连父母造人非议 自家亲戚也嫌弃万分 面对周围人的谩骂与嘲讽 舒淇暗暗发誓 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 于是他拼命拍戏 终于从脱心容声影后 实现传奇逆转 一脱成名的女神舒淇 终于收获幸福 示意爱情两把抓 堪称人生赢家 即使舒淇手握一把烂牌 仍打出王炸 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 都已成过去世 人生可以走错路 更要记得回头 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他们会更加的幸福 在舒淇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始终要保持爱的能力 幸福可能会迟到 但它永远不会缺席 性感女神的一生堪称传奇